尤其他人家今年一度行商会经过的规则 保理顶土米社区基本行商会经过旅 亲近感染的月丹 包括在关注土米社区休憩辆业区推丁聚会 近南台厦土王国秀属心做回来变少环境 尽少了 亦渡生态地点的月来症有害专门 一般提供有一个行商会经过环境 尊重宽布的关联 他就提供一个有良的生态路由环境 土米休憩辆业区推丁聚会 发起一个清正感的活动 邀请国丹尼来向阳 我们这里是桃米生态村 这次活动主要是在赏银季之前 把我们整个周边做一个亲近家园 包含像是中路坑 就是我们这边生态步道 还有包含像是种瓜坑 桃米坑 我们这边的主要的主溪流跟次要溪流 我们都一起把它做一个生态富裕 因为这同时也都是赏银区 活动的内容包括整厨子 变少的环境 其中占对外来争外的地方 让学生了解生态保佑的重要性 然后我们季大又是在桃米的旁边 所以我们这样做一点敦青慕林的事情 其实对在地是一个很好 而且我们今天有大概数十位的大学生 前来这里 然后也让学生了解外来种的一个清除 其实未来我们也会把它慢慢放在 我们季大里面的一些这种 社会服务的课程里面 就是外来种可能会侵害台湾的本土的植物 对 爱护环境人人有责 环保做得好 自然生态才有宝 今天很高兴能带领全校的师生来参加桃米休闲农业区 办理的日月产桃米清净家园的活动 对着宽宝医生的提醒 日关书也很重要是本所回收到減量的优地 未来中邀请社区观光路由餐饮业价值 一同来享用 今年度也是我们日馆处 在推动这个永续旅游的一个认证活动 那我们也跟在地的这些社区 还有业者来一起来合作 会在这个礼拜五来召开一个所谓地方的说明会 邀请更多的业者一起来参加这样的永续旅游 土米社区今年一度想火金高贵 就要来喝 到是社区欢迎民众来剃头 是4月2号到5月8号 为期六周的活动 那我们的一个活动每天都出团 不管是平日或假日都可以来欣赏萤火虫 那白天我们在六日也会有很多活动 包含像是塑西看鱼虾去采树葡萄 做我们的糕点体验 活动十分丰富 清真工的活动 大家聚会来享用 透过活动 透过活动的基盘 希望提供一个有良的环境 继续欢迎君插风报道